好了,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讲了这个米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的古文明 我们当然是集中到讲古巴比伦,不是不讲什么呢? 因为我们集中是想讲巴勒别塔的嘛 好了,我们就来这个就是古巴比伦 古巴比伦可以说是上帝之门,我们会不断讲这个字的 然后这个是阿卡德语来的,巴比利 我照读而已 这个根据主流的词原学的意思就是上帝之门 又或者是上帝的通路来的 巴比伦文明大致就是今天的巴格达城为界 分为南北两部分 北北就是以古阿朔城为中心,称之为阿朔尼亚 又或者叫阿朔尼亚 南部就是以巴比伦城为中心,称之为巴比伦尼亚 意思就是巴比伦的国土 巴比伦尼亚分为两个地区 南部就靠着波斯湾口的地区叫苏美 苏美以北的地方叫阿卡德 两地的居民就分别称为苏美人和阿卡德人 苏美人几乎和古阿卡德人同时发明文字 他们用削尖的芦苇做笔 将文字刻在泥板上 然后将泥坯 然后将泥坯控干成为泥板 由于这种文字形状成为尖匹形 所以就叫做泥坯文字 后来这个泥坯文字搬到中国的时候 就变成象形文字 由象形文字出现就变成隔骨文 是这样来的 好了,公元前2006年 大约可能就是这个时期 巴别塔的时期就是这个时期左右 阿摩林人入侵两河流域 摧毁了阿卡德人和苏美人 建立了乌尔第三皇朝 巴比伦人 第一个巴比伦王朝 由一个名叫做苏木阿布 阿摩利尤长 就在公元前1894年建立 他宣布从鄰近的城邦 卡扎鲁杰独立 以这个有法拉比河的河半 巴比伦城为首都 从那时起 米苏不达米亚就被称之为巴比伦尼亚 那里所有的居民都被称之为巴比伦人 但是不是土著 阿摩利尔和苏美人和阿卡德的闪族人 是不一样的 他们不是米苏不达米亚的土著 他们来自西方的土地 是半由木的闪族入侵者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0世纪期间 米苏不达米亚的北部 古阿朔帝国强大的国王门干预阿摩利尔 控制米苏不达米亚的南部阿卡德宇的城邦 但是在阿朔人 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殖民小阿塞亚之后 阿摩利尔终于可以开始取代南部的土著统治者 而巴别塔的历史背景就包括有 有牛炉烧砖的技术的发展 也有神塔的发展 就是早期王朝的时期 也有后来的城市化发展 就是早期王朝的时代 也有裁决大会式的政府 早期王朝一 就是公元前2900年左右 但是看这个情况很可能就是 我继续说 就是在城市化之前 首先在圣经的描述里面 巴别塔被描述为一个失败的样品 所以神对这个建造者的行动 就推迟了米苏不达米亚城市化的发展 因此如果推论的话 就是创世纪十一章所记载的事件 或者就是在考古学能够 证实的城市化发展之前 几个世纪开始的 是合乎道理和合乎逻辑的 好了 所以古巴比伦 就是在城市化发展之前的 当然 这个 就是因为 那个言语被分乱了之后 推迟了城市化发展 但是仍然发展的 所以后来仍然都有 古巴比伦的帝国兴起 我们说到这里 我们之后会再说其他东西 祝福大家 在城市化发展